大家好,这是我新做的一个昭和风的首张本 然后我带大家先来看一下封面 这边都是串了一层珠子的 一圈珠子 然后书籍用了这样的蝴蝶结的装饰 背面是比较简单 这是顶面 底下没有用串珠 而是改用了一些木质的扣子 接下来打开锻带 这个锻带的底下我给欠了一个蝴蝶结 好,接下来这样看 这是一个布面的 这是赠送的素材 过色的相片 纸本的卡片 这是我得意做的一个口袋 这边是一个布面镂空 然后它有两层 看一下 这是第一层 中间隔了一个塑料片 第二层 可以用镂空的形式 可以大概看清楚里面搜纳的素材是怎样的 方便取用 这个是赠送的贴纸 四张 这个还没封口 这个要拿乐风封口一下 这本比较适合书写 因为里面欠的白纸比较多 小的卡片 动物的蹲带 动物的蹲带 这一页也是我比较得意的 那个那一页 它改进了上次全是 那个叫什么胶带 拉条的一个装饰效果 它不仅可以插卡 也现在也是可以在后面做一个口袋的收纳 它这边可以做一个收纳 中间是用了一个色料片隔开 好 接下来这个 里面的素材基本上都是 我从这个纸本里面选的素材 放在这个口袋里面 接下来看这一页 这个是自己揽色的一张纸 当大家都在用茶和咖啡 揽色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揽粉红色的纸了 有点像薛涛兰的薛涛签 这个是一个扣 里面放了一些也是 纸本里面的卡片 放回去 这边是一个半蓝腰 然后半透明的一个口袋 因为这边夹了一个塑料片 这两张是贴纸 这两张是卡片 这本非常适合书写 正反两张也是贴纸 其实我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装饰性 可以把它拆开来之后 让贴纸用的 这边是一个小口袋 这边是一个小口袋 过缩的照片和卡片 小的书签 小的书签 半透明的口袋 这个是便签两份 这一款有五份 卡片 书签 书签 这里面一共三本纸本 这是第三本 口袋 小小的卡片 这也是一个这次比较满意的口袋 里面放了一个这样的卡片 这边是一个整层的蕾丝 中间隔了一张硫酸纸 衬住这个蕾丝 不然太软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半透明的口袋 方便看里面收纳的东西 这次的主打口袋 这次的主打口袋 这个是有粘性的两张便签 这个是我从这里撕下来的日历 这也是一个半透明的口袋 非常满意这个口袋 好 这是最后面的口袋了 可以看到做工是很精致的 这还有一个小的铃铛 应该是从前面掉下来了 这个信封里面两卷 那个昭和风的胶带分装 都是小动物 和两张信纸 这次的那一个 翻翻看 手帐本的翻翻看 就已经翻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